姜泽民上台后不久,苏联东欧共产党便相继垮台,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顶前山,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被无可辩驳地证明失败了。 但中共却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沿路就等于是自取灭亡。 同样,姜泽民也不愿意失去手中的权力,他拼命树立自己所谓的第三代形象,到处提字,表演,却掩盖不住内心的末日恐惧。 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正是姜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几路。 1992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 一开始,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去病健身奇效的气功。 然而渐渐地,人们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 虽然,真善忍的价值观对任何社会和人民都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对共产党这个邪灵附体来说,却无异于灭顶之灾。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因此,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全中国人民进行思想上的毒化和阉割。 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洗脑中,中共一直把无神论作为真理,向民众进行绝对化宣传教育,原因是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 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无神论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 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操作,威胁和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 同时,无神论使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 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 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显然也成了中共一贯要求的统一思想的障碍。 同时,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 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在他们面前变得轻如红毛。 这使共产党失去了控制这些人的着力点。 共产党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哲学思想与法轮功的教导截然对立。 法轮功倡导真,包括说真话,办真事,而欺骗和谎言却是共产党的遗传基因。 其著名的讲法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法轮功倡导善,将欲试考虑他人,与人为善。 而暴力却是共产党的另一个遗传基因,主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法轮功倡导向内自省的世界观,而向外的斗争哲学却是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同时,周期性地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让自己不断充电,也刷新人们的恐惧。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以全面撒手鼓动人们赚钱发财。 所谓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还要快一点,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 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 于是,中国从官岛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 在这样的背景下,真善忍的道德标准和法轮功学员修炼后所展示出来的精神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 人们自愿自觉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红法。 人传人,心传心,短短七年吸引了上亿民众参与修炼,而且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 这与中共的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组织的严密组织和形同虚设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 事实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这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 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融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 其迅速扩展的趋势。 这种久远承传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在几十年中应给切断和篡改。 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 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 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 今天一大早,上海体育中心人头传动,本市今万名爱好法轮大法的练功者汇聚一处,进行推广表演。 正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与日俱增,给国家节省大量医药费。 同时,带动着社会道德逐步改善的时候,共产党的恶性开始发作了。 于是,作为中共监控群众的首要